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今天是我們很久沒拍的漫漫聊系列 之前經歷搬家期的時候 有玩具一些朋友們的包裹 在這邊真的是跟大家非常抱歉 7月那時候搬家真的是可怕 工作室紙箱堆滿地 一堆模型跟景品找不到家 同時還要去找新的租屋處 一整個非常的痛苦 那在搬家期過後 這段時間還是有收到一些包裹的 大部分收到的愛心包裹 都已經用在之前暑期的偏鄉活動裡了 那也真的非常感謝幫助過活動的各位 最近還是有收到一些包裹 等等我們就來開箱 開箱前先跟大家聊聊天 頻道到現在已經快開了兩年了 回首看之前最剛開始的自己 講話不清楚又小聲 剪片的節奏也不是很好 到現在慢慢的 應該有多少感覺到一點進步了吧 那在這兩年的中間呢 也是一直不斷的調整頻道的項目 而且也一度失去了原本的初衷 在頻道流量跟喜愛的玩具中 不斷的拔河 不過這個問題呢 到現在依舊還是無解啊 呵呵呵 只能看說自己本身在頻道的需求 應該是什麼 來做決定 所以就決定在去年的11月底 開了玩具的副頻道 把一些自己很想要分享的東西放在這邊 比如說每個騎士的道具聲音啊 或是效果啊 卡片的分享啊 或是簡單的一些盒丸 扭蛋等等 我都覺得這一些呢 是很有趣的玩具喔 應該還是會有人喜歡的 之後呢也會慢慢再抓出一些時間 再來把我之前收藏一些景品盒丸 再拿出來開箱給大家分享 如果大家也喜歡這一類型的玩具的話 那也歡迎大家訂閱我們的 玩具百寶箱的副頻道喔 好那我們接下來要來開箱三個包裹 首先第一個呢 是我們工作室夥伴 在我在搬家的時候呢 送的禮物 盒子有點大喔 我來調整一下空間 就是這個 放置型的和風太陽能燈組 那他送給我這個呢 的意思是啊 要讓玩歸的小孩 回家有一盞燈 呵呵呵 真的是非常貼心啊 因為在工作室那邊噴漆做模型的時候啊 常常都會搞到晚上10點11點回家喔 一開門呢家裡都是暗蒙蒙的 那這個燈啊 真的是看起來有夠日式風格喔 盒子上面寫呢 不用配線 然後自動點燈 還會日光充電 真是超級環保的啊 那這個側邊呢 還有告訴你的各種白髮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開箱看看吧 喔 其實它裡面的裝的感覺還蠻簡單的喔 就是一座燈組 喔 它是分開的 這個是它的本體喔 好啦它裡面呢就是一個這個燈座 這個燈座呢就是鐵架 然後再附一個本體 我們先把燈座放旁邊 說明書的話 欸就只有一頁而已 這麼簡單 這個我記得好像是景品等級的喔 就是好像也是玩具的樣子 喔 開罐的話呢在這個上面 好我們來把它拿出來看看 哇 這上面呢可以看到吸收太陽能光的板子了喔 哇好酷喔 我來看一下怎麼拆喔 先把它翻過來 喔我看到了 這有一些卡榫式的地方 用轉的嗎 好像是 開了開了 OK 這個就它的燈的那個蓋子 還有一個柔光的遮罩 這邊的話呢 就它的LED燈啦 喔對 裡面的話呢 是充電型的電池喔 不錯耶 連充電電池都有附耶 我們先把它拿去陽台充電 我們等一下呢再來看看它有沒有電喔 沒電的話可能就要在自己去買一個充電電池裝進去了 好裝的話呢也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往上勾 讓它垂著就好 很像燈籠喔 好先把它拿去充電 好來接下我們開第二箱 這一箱呢是一位認識大哥寄的 不過他千膠帶萬膠帶說不要介紹他喔 之前拿去辦活動的一些禮物啊 大家也都是這麼謙虛的 不過呢也真的是非常感謝他們 小朋友們才有禮物可以拿 好我們先來開箱這裡看看 哇這房狀包得非常好啊 哇是陀螺的抽包 有幾包1234 好 那這樣之後呢在辦活動啊 小朋友就有禮物可以拿了喔 真的是非常感謝這位大哥 之後的活動呢會再把這些愛心給送出去的 好那麼接下來開最後一箱 這箱的話呢先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我們再看他給我的留言喔 喔 是蛋豬人 哇而且是那個之前很難找的這個 裂鋒的豬雀喔 來我們看一下他的留言 漫大你好 我是看到YouTube推薦 蛋豬人塗裝影片 而知道這個頻道的 我也很喜歡蛋豬人 也很喜歡塗裝後的質感 跟一剛買回來的素酒感差好多 我看漫大已經塗裝好多支 但是好像都沒有塗裝到 這盒裂風暴炎豬雀 相信漫大有發現 這一盒是 迷之版本 希望不要建議 迷之版本 的確喔這個上面是沒有那個 TAKARA的圖喔 那他下面有寫喔 TT色的找了好久都找不到 我有稍微看過裡面的東西還不錯 希望漫大也能幫他做塗裝 私心希望能保留這個 藍色風格的配色 祝漫大試試順心 訂閱真正日上來自台北的小曼粉 好了真的非常感謝我們這個 台北的小曼粉喔 最近瓶蓋人出現啊 一些懷舊的彈珠人也紛紛出來了 這個裂風暴炎豬雀啊 我在找的時候也真的是貴啊 光他的配件啊 都有人賣到台幣八九百塊喔 真的是很難下手 不過他的裝備啊 是真的很帥 所以也才會賣得這麼好喔 這一盒的話呢 我這次先賣個關子 我們下一次直接來幫他 拍一集這個製作的影片 那再請這個小曼粉 再稍微等待一下喔 一樣真的是非常感謝 好的那我們剛剛呢 再把這個充一下下電的這個燈啊 拿進來做測試一下喔 他真的會發亮喔 只是那個燈光啊 還是有點微弱喔 可能還是要讓他多充一點電 不過啊 的確在黑暗中啊 多了這麼一盞小燈 真的會讓人家安心不少啊 也真的是非常感謝我的夥伴啊 如果你有玩具 想要贊助這個頻道的話呢 也歡迎寄到我們說明欄 下面的地址喔 最後再感謝各位小曼粉 對我們這個頻道的支持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們 趕緊右下角訂閱把它按下去 讓我們一起在年底之前來充看看 能不能充到三萬訂閱吧 大家加油 那麼我們棒棒的系列 下次見 掰掰 掰掰 醒來看 咱們 對 叫 我們 有 有 在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